電影對我來說是甚麼呢? 我覺得電影好像一封情信 就是導演通過影像、演員、劇情、對白 去將自己的心聲和觀眾分享 寫出這封情信 我看回自己在電影工作這段時間 有一件事令我最難忘 就是有一次我拍了一套電影講父子情 在首映完之後 有位年輕人走來跟我說 他說導演很感謝你 很奇怪 為甚麼你多謝我 他說因為這套電影給了他勇氣 跟他患病的爸爸和好 他說不好意思 我已經趕著回去跟爸爸和好 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聽到之後很感動 因為我發覺原來我的電影能夠祝福到人 除了觀眾欣賞之外 他還可以將一種愛能夠存在去 生命影響生命 是令我最開心的經歷 我想在30年來 我一套電影是最喜歡的 就是1995年的 《月黑告飛》 《Shangsheng Redemption》 很少看一套《月肉》片 能夠這麼感動 以及哭了很久 特別是最後十分鐘 我想那套電影告訴我 就是人會遇到不幸的遭遇 不過人的堅毅可以合復在一起 甚至可能用一個匙羹 慢慢把一套厚厚的牆 挖出一個大洞出來 在時間適合的時候 就可以逃過了艱難的阻擋你 而可以越黑高飛 我自己覺得這套 非常令我驚喜 以及令我感動的電影 我想是我最欣賞的電影之一 我想過去電影30年裡 令我覺得最大的轉變 就是拍攝的器材 以及放映 因為之前我們是用Phylm 16、35米利 或者IMAXPhylm 但是現在越近 現在叫做 數碼年代 很多東西都被取締了 不是再是以前的Steam Bag 或者是一些剪接 不需要剪 即是不用真正用刀去剪 不用用膠紙貼 也不用這樣沖片 我想這個是最大的不同 以及進步 但我很懷念 其實很懷念那種藥水味 以及剪接的那種氣氛 但無奈 這個我想是社會 電影都要隨著時代進步而進步 戲院都變化很大 以前的戲院很大 現在戲院可能會變小了 但是我想也講究了 譬如戲院裡面的環境 買東西吃 由買東西吃的買票 買東西吃的環境 直至去到坐下 我想每一件事都令人感覺到很舒服 很享受 在那裏 亦都他們的座位 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就是前面那個人是阻礙你 形成了一種欣賞電影的氣氛 以及尊重電影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 也很感謝UA 他們都做了很多的 很好的戲犬給我們欣賞 給我們去享受電影 首先恭喜UA30周年生日快樂 希望未來更加為多些觀眾 帶來更好的視覺享受 以及更多支持香港電影 香港的製作 多謝多謝